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香港早兩天,6月2號發生了一宗很恐怖的案件, 講到有一個精神病的男人拿著刀隨機殺了兩個女人。 這宗案件令到整個香港都很震驚, 但是一路有人叫秋水王的林作, 就出鋪放售和疑犯同款的波鞋, 被人說冷血和秋水抽著火水。 雖然他已經刪了貼, 但網民仍然好生氣向保監會投訴, 表示不會再光顧他所屬的保險公司英國保城保險。 而根據剛剛最新消息, 保城在社交平台發了個聲明, 說知道有個別理財顧問, 在社交平台就近日的社會悲劇作出不當言論和行為, 終止合約, 而他們還說自己是有一個很清晰的社交媒體指引, 所有員工和理財顧問應該都要遵守。 雖然別開名, 但很多網友都估是網民, 而剛剛我就在香港01見到最新消息啦。 他報導說林作回覆其他傳媒時已經證實了原來他已經被人炒了, 但公司未有就炒他, 給出一個原因, 他估計是因為網上的預言壓力, 所以就炒他啦。 那這瓦真是抽水抽出禍咯。 本來見他保險那裏是做得都不錯的。 現在這樣被人炒了, 他要轉公司的話, 整個團隊都不知怎搞, 要過當其他公司現在空頭火勢, 人家都未必肯收他啦。 那看到另一個報導, 就是星島的訪問, 林作就承認收了大信封, 他說是自己半個小時之前收的, 在公司的最高層親自打給他, 就好簡單這樣說會解約, 沒講原因啦。 他提到可能就是網民攻擊公司, 就令到公司有壓力就炒他啦。 但是他現在旗下的團隊是有80人的, 他說最近就會跟公司有同事溝通啦, 他未知方向怎樣, 7日內就會跟公司談, 他不是即時解僱的, 是公司說短期內會解僱他。 而林作繼續說啦, 說自己無後悔到, 說現在無官一身輕啦, 不用綁手綁腳, 可以向這些網民挑機咯話啦。 這個消息其實都已經證實了是他本人啦, 因為當初寶城出這個聲明的時候, 我自己都猜會不會是他呢, 周圍找人, 白緊是不是啦。 結果去到最後原來是他, 又是寶城的最高層打電話給他, 所以抽水這件事真是要小心啊。 好了, 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說, 下邊留個言啦, 我們下集再見啦, 拜拜!